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她过完自己的第117个生日后 因身体技能衰退在一家特别养老院去世了 她被认定为世界最长寿老人 膝下有三个子女 孙辈有四人 这位老奶奶可以说十分幸福了 大家很好奇老奶奶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呢 据了解老奶奶1919年结婚 结了婚嫁给了橡胶工厂工作的大川姓男 但不幸的是结婚12年后 丈夫因心脏病去世了 大川继承了丈夫的姓氏 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寡居了足足有82年 但是她并没有压垮 她继承了做和服的家业 一个人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 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大川食欲一直不错 最喜欢的食物是生鱼片和寿司 在大川生前 曾有记者前来采访 问大川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大川总结了三点 一吃美味的食物 二悠闲的生活 三经常睡觉 虽然老奶奶没有明说 但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远离男人 有网友对此调侃 果然男人就是痛苦的源泉呢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